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要說的是 Benten之中被外星與終極英雄系列的作者道恩先生 說是小班遇過最危險的反派 也就是麥克成星 或者稱為黑暗星 那麥克原本是個帥哥 吸引了許多女星 在出登場的時候 非常熱心的幫助小班等人 他說他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 劇情上沒有說明他們是如何得到如此的財富 只知道有設定他的母親是住在這個大莊園之中的主要宅地 而麥克是住在附近的豪宅中 那麥克的房子中有水電弓的監視技術 可以用來連接各種資訊和通訊網路 或許就是因為如此才發家致富的吧 當時麥克因為說自己有一批水電弓技術 這巧妙打了一手忽悠的牌 讓小班等人沒有懷疑他不是水電弓二代 反而認為他是這裡水電弓的陣營 在後面的劇情中其實並沒有說麥克的能力出自於父親或母親 而這個問題是在住者親自回覆後才得以解決 那阿就是麥克是變種人 也就是麥克可能是利用監視技術 知道水電弓還有小班他們要找水電弓二代的事 因此偽裝自己的身份 他的能力是出於自己的基因突變 那麥克雖然看起來斯文帥氣又是富二代 但其實身邊的女伴都只是他的食物 而且他個性自戀不尊重女性 超自我為中心 他只愛他自己 那以上都是官方自己講的 麥克會吸收那些女伴的經歷 使他們被控制被殭屍化 嚴重會導致死亡 因此麥克吸收過小文那充沛的天人石 早已克制不住衝動 想要吃掉小文的全部 因此被欺騙的小文被吸成人甘 讓麥克變成終極形態 也就是金閃閃的模式 那這個形態下的威力是十分驚人的 結局當然還是被小文反殺 自己一部分的精力反被小文吸收 又被沉寂的僵屍女伴們吸取剩下全部的精力 連蛋因此毀容變成醜男 所以他徹底的與小班等人為敵 他的光能量也有所轉變 變成了暗能量 力氣也變得很大 可以扯開鐵門 他沉寂了一段時間 計畫了一個讓小班等人 被水電弓抓捕的計畫 為了達成目的 他首先擊敗了進化人 讓他與自己達成協議 與小班等人戰鬥時 讓水電弓的長官登場保護進化人 而無法動手的小班等人 這時候就是最好時機 黑暗星一致性的擊敗了眾人 但是最後依然翻船了 而這時候觀眾可以理解 邁克的能力了 他的能力是一種惡性循環 他可以吸收能量、生命力、法力、電力 他吸收的生命力越多 他就變得越強大 但是他獲得的力量越多 他的飢餓感也就越大 力氣也變得強大 那他的防禦力也是很驚人 可以守住進化人和小班他們的攻擊 承受住生力暴龍的踩踏 而這威力甚至產生了隕石洞 不過黑暗星也的確暈眩了 但是以一個人類來說 沒有被壓成肉餅 只是昏迷已經十分厲害 那在終極進化之中 黑暗星已經慘遭流浪街頭 只能吸收流浪動物來存活 盡量不引起注意 還是小文主動去找黑暗星 需要他的力量去解救終極凱文 小文給予的黑暗星足夠的魔力 讓他變回帥哥的原貌至少一年 那這時候就要說明了 邁克的能力真的很好笑 如果能量的水平 處於平均值 那他就是帥哥的樣子 如果低於平均水平 就會變成黑暗星 就是醜男的樣子 然後能力變成暗能量 這時候他不再發光 或留下能量蹤跡 由於吸收了路徑中的 包括光的所有砸散能量 黑暗星可以操縱和控制暗能量 並將其作為黑色的能量爆炸 這類似於小文的法力控制 因此黑暗星也有能力使用魔法 那魔法的設定之後再說 黑暗星不再需要物理接觸來吸收能量 而是利用自己的暗能量投射 他想從中竊取生命力的人 那小文之後利用裝置 讓凱文變回正常形態後 黑暗星吸收了這些超強大的能量 變成了終極黑暗星 但是也就幾秒而已 因為這機器已經被動了手腳 讓能量又被吸收回去 不過終極黑暗星之後會再出現 也就是邁克去到了充滿天能的地方 雷吉蒙多時 由於那豐沛的能量 黑暗星變回的帥哥 也因為如此 他又很會把沒邪奏魔女直接愛上了他 那邁克是個渣男 他沒有認真在聽邪奏魔女說話 而且他的個性是視女人為獎牌 真的有興趣的女人或者就是小文 因為小文既美味 又是唯一沒有被邁克拔到的 但在這裡埋下了禍根 那在身處 梅吉蒙多又獲得邪奏魔女幫助之後 邁克再次變身終極黑暗星 只不過能量展現跟過去不一樣 多出了魔法的樣子 這時候的他是十分強大的 他的皮膚變成金色 飛行時會留下光的蹤跡 可以從他的手或眼睛 釋放出發光的黃色能量 從他的身體投射出衝擊波 還可以將這種能量用作自己的防護盾 那這種狀態下 強大到可以隨便把終極神力暴龍打飛 被終極神力暴龍的導彈直接攻擊 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但是如果是在能量無法快速補充的狀態下 很快的這個狀態會快速的弱化 最後變回原本醜陋的黑暗星狀態 那邁克也因為於小文多次的戰鬥 他也開始決定去學習更多魔法 雖然稱不上厲害 但也真的有學到幾招 反正邁克因為根本不記得邪奏魔女的真名 而被發現是渣男 所以被租出雷吉多夢 因此他在全面進化時創立了邪教 要開啟通往雷吉多夢的通道 只不過最後被小班擊敗 而自己也被邪奏魔女變成了人偶 之後就沒有什麼特別發揮了 邁克呈現的弱點是 因為不斷吸收越來越多的能量 這種惡性循環 導致正常人的能量無法長期維持邁克的生命 這使他更渴望獲得更大的能量 像是雷吉多夢或者安諾星人 他也無法吸收鬼影 因為鬼影沒有生命能量讓他吸收 而且因為對魔法的渴望 以至於現在的他沒辦法吸收低質量的能量了 但是他最大的弱點是他的個性 傲慢自大 總是讓他輕視對手 那之所以會認為黑暗星是小班最危險的反派 我認為是因為終極黑暗星型態 如果是在雷吉多夢時可以一直使用法力 除了鬼影小班如果不變身X超人 應該是根本打不贏 甚至如果黑暗星吸收了X超人的生命能量 那黑暗星不就屌到飛起 所以其實他的危險程度是十分強大 而且他不是沒有能量就結束了 能量水平低下的狀態 能夠變成黑暗星 用暗能量攻擊還有傷害他人 續戰力其實不差 真的是他自己不會控MP 那邊亂丟招才常常沒魔法 他的頭盔參考了鋼鐵人的漫畫造型 以及毀滅博士戴面具的原因 就是掩蓋他醜陋的臉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了 下一集應該會說 阿諾西人的設定和天人與魔法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